OK 我现在回到了我们家的老房子 然后回到了从小学习的地方 看到很多熟悉的东西 也非常的感慨 从小看到大家的书给你们介绍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外观 首先呢这个是小时候看的 很小的小时候就不看了 然后这个呢 这个儿童文学诸读这个 是我从小写我们学校有个叫书上童年 我特别爱用这个写 然后里面有很多词语啊 或者有好多段子 它会帮你摘录出来 然后右边这个呢 就是非常非常系列的 杨红英老师的非常系列 然后这个和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那边还有一本查理九诗 是我最爱的书小说最爱的 给它拿出来 批给你们看一下第二排啊 第二排都是查理九诗和 高大师系列的 然后我在北京还有好几本 查理九诗是我带到北京去的 都是从这里面拿的 这是我从小读的 你看都已经翻成这个样子了 这些位置 然后怎么说很尴尬吧 好久没有回来了 后面的话 这就是一些有些是我读的 这是沈世锡老师的 邪动物的大师 然后这边就是也是 小猫日记 整个一套的 然后包括这个米小圈上学集 我觉得这个有印象 我小时候最爱看这个米小圈 然后在我下牌的时候 是什么呢 是这个 从小就读的 水浒红楼三字 三字经百家姓 然后这上下五千年 那这份摩斯系列的各种东西 然后这是 这是图书天下 这是我爸爱读的 然后这也是 这是我 我从小有些时候会读的 这个 这个是真的是 从小就读了 从小就开始看这些东西 然后 这个我还没怎么看过呢 然后这个我是也是看过 这个我这个我是小时候经常看的 然后就是这个了 也是杨洪雁老师的这些歌 这个系列的 但是我们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印象 但是我 哦 哦 哦 我好熟悉呀 这个感觉 这猫什么骑士猫 俠客狗还是什么来着 我就发生他们发生了很多事情 哦这个我真的好熟悉啊 我从小也很喜欢看这个了 就讲述流浪猫和流浪狗之间的 一些爱恨情仇 包括这个也是粉摩斯 这个书是我妈妈妈讲的 然后又有一些可能有一些 呃对不上的 然后这个就是 哦这些这些书 这也是我从小很喜欢看的 就每一部都很神秘 让人会让人充满幻想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是米小圈的 然后这个是米小羊 然后你居家拍到这是什么来着 我记得这个我好像也有印象 然后这是多拉萌萌 我家的书都很乱很乱 这还有一个 哪个渣传奇 然后还有个猫武士 然后 这是阳光姐姐小说的东西 神压上的精英公主 哎呦这个我也好熟悉 然后就沈志基老师的 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了一个沈志基老师的作品系列的 狼图腾啊 或者是老虎哈雷 这边我都都是我看过的 然后这就是一个常用的字典 就是 这个书都没什么印象 然后再往下看啊 这个陈陈拉拉 然后包括我们一起走过 啊我们一起走迪克 哎这是什么 被放逐的狮王 哦这个系列的 这个系列是我 是我 在六年级 该上初中的时候 开始读的这种 这个书 哇这个书真的怎么说 有点难懂 当时对我来说也是 包括我不是讨厌鬼 这个我好 我这个没什么印象啊 然后大概就是没了 也就这么多了 陪伴我 从最小的时候慢慢长大的 但是从这里面这么多啊 你要是说我从小最爱看的 还是这个 查理90 你要说每一集 到出了第21集之后就不出了 然后就开始看那个 中间也看那个怪物大师 就怪物大师整个系列的 这是查理90 好像就出到哎不对 什么21集26集 好像27集没有 我还记得没有27集 我买完这个之后就没有了 这个真的很好看 但是还有那个送一张卡 会在 会在有些 就是会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会让你拿那个卡 扫答案才会出来 然后有些时候 就可能会自己想到答案 就会很有成就感 觉得很棒 给我大师也很好看的 这是命连编制的谎言 讲的是 讲的是关于谁 好像是饺子吧 还是谁的家族啊 是他家族是本来是什么来着 蓝羽君 啊不对不是是那个什么 是约翰和芬妮 我记得这个呢 我很喜欢看 我从小就看这个 这是天母族的最后之眼 天母族 这个讲的是饺子 饺子是那个什么 常青殿下 我都还记着呢 我多久没有看这本书了 查理90是这些 哇真的从小读到大的 这是什么 哦 至尊魔器讲的是 那个小 那那个 那群小人就是造武器 特别厉害的小人的一些故事 和那个 哎主题叫什么来着 什么多多 什么 塞琳娜 塞琳娜是那个法术特别好 狮子是他们家是那个 呃 他们家是什么来着 他们一个叫雷顿家族 好像还叫雷什么家族 啊布布鲁 布鲁 天呐 金贝克老师 乌鸦城 白骨森林 法老王之心 女巫面具 这个是当时给我带来恐怖最大的一本 我们当时同学看完之后也在说这本 这本是 啊 这本讲的是一个警官的故事 好像是一个警官为了追查 一个案件 然后到了学校之后 当了老师 然后那个 然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他们就是 莫多多也和老师们他们一起在 查同一个事情 但是老师不知道 最后还老师还保护了他们 哦 末日浮空城 这本书很有意思了 我但我忘了里面讲什么了 但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末日浮空城 我以后再看一眼 黑背街的亡灵 这是我 怎么说 第一本也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本 讲的是关于动物 拼包贩卖宰杀动物 因为在那个黑背街上嘛 然后那个老师能听见 大半夜听见 类似于婴儿的鬼叫声 其实是 小狐狸发生的好像是 还是什么小动物 发出了的声音 真的很好看 啊 从小看了大的书呀 突然回到老宅 不感慨 OK那也就是 这么多 然后就 要继续帮妈妈去 收拾东西去了 拜拜